本集装修三分钟懂设计的问题是 想要家中各空间有不同机能 又想要拥有开阔的放大感时 弹性各间设计取代传统石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不同材质的轻各间在施工 绷格营造 功能上都更有特色 掌握趋势潮流的Tree Design 其设计无奇红设计师 以全盘考量并发挥建材 辽若执掌的功力 透过三个设计秘诀 来了解三种常见的轻格间设计及优点 秘诀一 大面积履质拉门延伸空间感 传统门片空间更多层次 无视频的空间原本动线不佳 设计师运用多元建材巧思规划 更动主握格局动线 创造精致现代融合工业风的时髦混搭美宅 天花板利用镜面放大功领域 室温系统柜穿插金属材质的电视墙 整体感一致美观又实用 玄关铁键结合调灯带 制造视觉感与氛围 巧妙化解风水一律 收房大面积的玻璃拉门让空间多了层次感 打开时形成开放区域 合上时保有宁静时光 卧房步入式更衣室的双开玻璃门设计 让生活富有仪式感 秘诀二 半高墙一墙两用 兼具餐具柜与书柜 机能超强 身具品味的屋主钟情布谷红砖墙 将原始私房改为两房 形成卧房更衣室 次卧与开放式书房 特别运用金属与灯箱 创造时髦的青石瓣 推开深灰色落地百叶窗 即可在绿意阳台放松舒压 整个宫里域都是无趣的launch bar 令人羡慕 深色半高墙采用食材 我里的大片板砖 易于清洁好维护 划分餐厅与书桌的场域 也行速居家端井墙 餐具柜备用开放层架 挨柜与插座 辅助用餐功能 书柜结合灯光与开放式书架 可摆方书极与展示品 一墙两用实用性超高 秘诀三 玄关穿衣剑与玻璃书房 开启优雅生活 女屋主期望有个明亮温柔色调 完善收纳的风尚宅体 设计师以浅慧色调为主轴 连续性的电视墙面柜体 融入圆弧线条设计 创造视觉立体感 日光由十目百叶映照在灰界的无缝字屏地板 流露一股宁静且高雅的氛围 玄关艺术造型的铁键屏风 搭配可自由旋转的穿衣镜相当好用 以玻璃铁键为素的书房 穿透感十足 内建书桌 墨榻及书柜的机能 无论在家办公或阅读都舒适 下方选用雾面玻璃可遮挡电线或杂物 视觉清爽俐落 ChiDesign其设计无其衡设计师经验奔赴 活用材质 总能为屋主创造不落松套 身负品味且舒适的宜居空间